那我今天就會稍微講一下金球百科最近在做的事情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那去年一、二、四之後大家可能 心裡都有一些擔心跟擔憂 那這張圖大概就是講說 去年選舉完之後 大家記得要像這樣子 監督議會跟監督我們選出來的東西 那大家認識上面的人嗎 大家去Google一下 那大概就是台中的 有些政治的前輩 那他們就是在 當時是在投政府議長選舉 那政府議長選舉呢 我這邊要談的是就是 大家以為一般的政治人物都需要財產申報 但不是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必須把自己的財產申報公開 像政府議長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所以呢我們開始在3月開始就是 積極的遊說各個縣市議員 希望能夠促成這樣的修法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希望 議員跟政府議長能夠公開他自己的財產申報 那現在財產申報是在監察院裡面是不公開的 那可以去查閱 但是查閱的辦法很困難 那比政治獻金之前還要難 那我舉個例子 就是如果要去查閱像 那瓜吉啊或者是一些新科議員的財產申報 他必須用 不能抄寫不能拍照 不能把資料吸出 那一年只能查閱一個政治人物一次 我說的就是例如說我想看瓜吉 我今年只能看一次 那下次要看到他的財產申報大概就是明年了 那一次最多30分鐘 所以在既期遊說之下 我們就是自主的 就是請時代電量的台北科技場 孝敬盛 那自主的把一些時代電量議員的財產申報公開上網 那我們這邊也遊說的 唱作委員提出了財產申報的修法 接下來是比較新的更新的一個狀況 那根據這樣的遊說呢 我們最後呢 有稍微的推動了一些些 那這個其實就是現在的總統立委的 你參選人 候選人 我抱歉是候選人的財產申報要公開 那過去候選人這一塊其實財產申報是不公開的 那當然執政黨他的考量嘛 那大概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未來像郭台銘啊 或是像孝敬盛報都必須依法公開 那剛剛講的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找了一群很會記憶的人 多會記憶呢 就是可以打破剛剛的不能操錄 不能拍照 然後不能真的真的 我不是在補浪 我今天站在這邊就不是在補浪 好 就是找到他呢 能夠幫我們記憶 那怎麼記憶呢 嗯 我們就是現在已經把這十 十二個六都的政府議長的財產申報總統 通通給他墨備出來 那墨備出來之後呢 我們會在六月就是韓國瑜的財產申報公開前 一併呢跟宅志合作 把這些資料釋放出來 那進而呢讓大家能夠去想說 原來喔 這個是這麼堅困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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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